Hello,大家好,我是桂云,今天是过小年 过完小年,过几条就要过春节了 我们春节的休息时间呢 是拉月三十一直到正月初四 初五我们开始开工 因为我们完成都是初五开门的 今天我会给大家讲南红 都说嘛,如果信仰有颜色 那一定是中国红 就是我们过春节的时候 基本上都喜欢穿红色的衣服 或者是戴红色的首饰 就是除个喜庆 红色给人看上去就是特别的喜庆 所以呢,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南红 108的珠子,宝珊南红 都说无裂不宝珊 就是宝珊珠子呢 基本上都有一点点的裂 有的人担心这个裂呢 能不能碎了,不可能的 这个裂是不会碎的 它就一点点的一个纹理的那种裂 其实南红呢,就是属于玛瑙 像我们北方呢,是战国红 南方呢,就有宝珊和凉珊 宝珊呢,是云南的 在南红当中,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宝珊南红 满肉的,越带越油润 还有凉珊呢,就比较透亮 还有那种火焰纹呢 其实火焰纹也挺好看的 那种火焰纹里也特别漂亮 宝珊南红呢,就是高品质的呢 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像我这一串,像我这个108的呢 这个品质就非常的高 这一起来的呢,有25条 现在还升18条,好像出了7条 其实我这小猪子出的不是特别的好 因为它这一大串呢,就是4000左右 价位有点高 比我那个单圈的呢,价位稍微要高一点点 因为单圈呢,你客家也是100 但是呢,单圈一条呢,基本上在2000左右 手细一点啊,可能就1800 比方说手围比较粗一点点 可能就是2200这么样 那个出的特别好 那个生的不多了 这个生的要稍微多一点点 特别好看 这个我肯定自己也是留一条的 因为这样的品质呢,很少有 我卖了南红很长时间了 但是这一批的猪子是列最少的 像那种黑线也是最少的 就是如果有的人呢,就是特别的追求完美 就是看见猪子不能有任何的瑕疵 南红不能做 南红就是这样 它有的猪子呢,稍微有一点点 那个列纹的那个线 这个像那种黑线呢,特别少 但是也有 所以呢,就是追求完美的人不能拍 像这个猪子呢,规格在6.6怎么样 视频里呢,颜色要稍微艳一点点 食物没有这么艳 没有这么红 像这个就是 那个,像这个线呢 就是那种列纹的那个线 有一条这个线 其实你指甲扣不出来了 就是纹理的线 像这个猪子呢,它有一个点 这什么 像这种成串的猪子 它都不可能每个猪子都是完美的 如果说有的美女呢 姐妹多或者是闺蜜多 可以买一串 单独穿一圈带 你们四个人 一个人一圈 我好像上次有一个客户就是这样 买了一大串 穿了四串 告诉我身高和体重 我就给他穿了 有的猪子 有的串 穿大一点 有的穿 穿小一点 他说过年一起带一起 都带同款 在一起聊聊天 聊聊家常 都带一样的首饰 是不是也挺有意义的 这个品质 可以说是非常的好了 猪子呢 就是有列的地方特别少 还有那种黑线的地方 也是特别少的 所以说就是 品质会非常高 这个如果说有喜欢文丸的呢 你可以买回去配一下 比方说那蜜蜡配一下 或者是松石的珠子配一下 都是非常漂亮的 配个108的一个佛珠 会非常好看的 这一批108的男后珠子呢 基本上在6.2到6.9之间 像这一串呢 就比较大 贵个应该在6.9 这样呢 你配一串108的 这样呢 你配个108 有佛头 有顶珠 有配珠 这样一配 你可以当猫一链 你也可以当这样手串的 也会非常好看的 像我呢 不是做文版的 我就是直接做珠宝的 我像这样珠子 基本上就是琵琶家厨 所以就没给大家配 你们可以从你们当地的 没文版的人那样配 面对面这样拿珠子配 会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明天见 拜拜